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随后出台各种政策宣布局部解封 允许新冠患者居家隔离 这个政策变换之快 相信很多朋友在一周之前是不敢想象 因为就在几天前 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各大高校爆发了白纸革命 人们为了抵制中共清零政策 反对言论封锁 高举手中的白纸 向当权者说不 这场运动很明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至于统治阶级不仅向人民妥协 而且迅速做出妥协 我甚至感觉到了统治阶级的一丝恐惧 在这个白纸运动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新疆大火的第二天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举着我手中的白纸 伸援国内的白纸运动 然后朋友圈发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我父亲给我发了一个归信 让我赶快把朋友圈删掉 我当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恐惧 我相信这就是中共洗脑的效果 举一张白纸本来就是已经很卑微了 但是连这样的操作也不允许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习近平真正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基于新十条出台的速度 我们感受到了习近平是真的害怕的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 喊出淡淡两声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可能是真的刺激淘汰了 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 他的动态清凝种方针 这个属于是打脸 而且是迅速打脸 当然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 因为承认错误了就等同于下台了 现在国内的这个情况就是 之前的动态清零无比正确 现在的解封复工复产也是无比正确 总之就是我们又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那我想习近平真正害怕的 就是人民不再拥护他 不再恐惧他 敢喊出让他下台 这是让他最害怕的 人民不感到害怕 那就该独裁的感到害怕了 和这个比起来 什么大火烧死了几个人 大巴翻车 那都不叫事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白纸运动 要接着搞下去 我们要让习近平感到害怕 我们要让统治阶级感到害怕 我们要让统治阶级明白 人们不再害怕你们 当我们人民真正觉醒的时候 中国就有救了